南韩瞒着父母悄悄复读了12年 多次考上985却统统没去上 30岁高龄19分站在考场上 有人奉他为考生敬佩他的坚持 有人怀疑他动机不蠢骂他是疯子 耗费多年青春参加高考 背后究竟隐藏着怎样的故事 南韩名叫唐尚俊 本该是成家立业的年纪 但他却仍是一名高中生 从09年开始 他已经参加了数十次高考 唐尚俊的老家在广西农村 父母都是弟弟道道的农民 靠着种甘蔗为生 由于家境贫寒出身卑微 唐尚俊很早就开始明白 穷人家的孩子要想逆天赶命 就只能走高考这条路 因此从初中开始 他就发誓一定要考入名校 而他给自己设定的目标是中科大 谁知事与愿违 由于基础薄弱 第一年的高考 他的成绩连三本线都没有达到 之后父亲将他送到了一所专科学校 希望他能学点技术将来好养活自己 这样的生活显然不是他想要的 由于看不到出路 开学没多久 唐尚俊便瞒着父母悄悄办理了退学 之后他又瞒着父母给了读专科的费用 回到青州市的高中 开始了自己的复读生涯 没想到 这一复读就是整整12年 在第二年的高考里 他的成绩有了大复读的提升 整整超出三本线几十分 然而这个分数 可以选择的学校依旧很有限 更何况三本院校的昂贵学费 他的家里根本出不起 于是唐尚俊选择继续复读 第三次高考中 他终于达到了二本线 但不上不下的分数 依旧没有选择好学校的余地 几番思量后 他咬咬牙选择再次参加复读 功夫不负有新人 在第四次高考中 他考出了505分的好成绩 谁知命运弄人 由于填包志愿失误 他再次与大学失职交臂 时间转眼便来到了2014年 这一年的唐尚俊已经26岁了 同龄人都已经大学毕业 有的甚至已经结婚生子 而他却依旧挣扎在高考的泥潭里 无法自拔 这些年来 为了不在家人面前露线 唐尚俊很少回家 家里人一直以为他在年大学 而今年是父母误以为 他在南宁参加工作的第一年 眼看春节将至 学校已经放假 唐尚俊也要准备回家过年了 为了看起来像已经参加工作的人 在回家之前 他特意来到超市买了一些年货 回到宿舍后 又降硬着青州式的塑料袋 换成了黑袋子 以防到时候露线 回家的那天英语连绵 唐尚俊的心里没有一丝兴奋 反而充满了忐忑 这是工作之后的第一次回家 复杂 很想回去 但是又不怎么赶回去 唐尚俊的老家 在广西省房城港市的公安村 这是一个贫穷的村子 望着车窗外扑败的景象 唐尚俊的心情更加复杂 家中的父母都已年过六十 常年辛苦的劳作 让他们看上去比同龄人苍老不少 母亲的头发已经全部变得花白 父亲脸上的沟壑也愈发明显 一回到家 唐尚俊就主动去地里帮父亲干货 一直到夕阳夕下才回家吃饭 饭桌上 父母开始语重心长地催起了婚 面对父母的唠双俊只能心虚地打着马虎眼 他骗父母说 自己现在在南宁一家电子厂上班 每个月工资一千六百 包住不包吃 父母都是朴实的农民 对儿子的话没有丝毫怀疑 第二天 唐尚俊递给母亲五百块钱 骗他说这是自己赚的钱 实际上 这些钱是他从牙缝里挤出来的生活费 虽然数目不多 但母亲还是笑得合不拢嘴 望着母亲欣慰的笑脸 唐尚俊只觉心中苦涩 把钱都给了母亲之后 他全身上下就只剩下两百块钱了 这意味着开学之后 他不得不想办法赚取生活费了 回到家的日子 唐尚俊几乎没有一天是闲着的 他尽自己所能 把家里的脏活重活全部干完 希望能稍微减轻父母的负担 也好减轻自己心里的愧疚 第二天的家庭聚餐上 说他这几年跟家里联系越来越少了 还总是不接他电话 唐尚俊有苦难言 只能尴尬地打着圆场 除夕过后 母亲又一次提起了结婚的事 他知道自己年纪大了 唯一的心愿 就是希望儿子能够尽快成家立业 也好了了自己一桩心事 看着母亲操劳半生的容颜 几杯酒下毒的唐尚俊 忍不住渐渐红了眼眶 这一年春节 父亲做了许多重要的决定 因为觉得儿子已经参加工作 他身上的担子轻了许多 于是他决定把家里的排水沟修缮一下 事实上家里的房子已经盖了许久 由于经济结局 父亲一直不舍得在这方面花钱 如今儿子已经毕业 他总算是可以好好修整一番了 另外父亲还把家里的甘蔗地和老水牛卖了 之前唐尚俊的学费 就是靠着父亲每年卖甘蔗换来的 唐尚俊欲言幼稚 忍不住感到一阵心酸 但他却没有全力阻止父亲的决定 父母已经苦了一辈子 他实在不忍心 让他们继续操劳下去 在正月初五的团圆饭上 一家人最后一次喂在一起吃饭 吃完这一顿 大家就要个笨东西了 吃饭期间 唐尚俊给家里每个小孩都发了压岁钱 这是家里的规矩 毕竟在所有人眼中 他已经是出来工作的人了 那天唐尚俊喝了很多酒 在家人面前 他努力装出高兴的样子 然而当面对镜头的时候 他却第一次说出了心里话 里面进行 外面追了 俊 俊 心中什么 梦想 他老是去世 我去做那些事 我现在都怀疑那句话 就是感冥业是不是 有时候都懵了我很久了 然后问了几乎我现在 我反悔了 那反悔了 谢谢和教育 但是很多人 挣扎了挣不住这个钱 农村这个钱 很多人讨厌在这里打热 这天过后 唐尚俊也回去上班为由 匆匆收拾好心理离开了家 回到学校的他 踏上了自己的第六次复读之旅 时间一晃便过去了几个月 距离这一年的高考值剩下31天 每个学生都在做最后的冲刺 唐尚俊也不例外 由于学校有规定 每年的复读生可以免除学费 而且每个月还有外部级一些生活费 按照上一年的高考分数 过一本线的学生 可以获得300块钱 超出的部分 每一分可以加两块五毛钱 因此唐尚俊每个月 可以在学校领到400块钱 靠着这些钱 他才得以安心学习冲刺高考 一个月的时间转眼就过去了 高考如约而至 这一年的报考人数达到了939万人 比去年增加了27万人 无数人寒窗苦读是余仔 只为了这一刻的奋力一搏 三天的时间匆匆而过 无数学子走出考场 有人兴奋地将书本全部撕掉 有人在校园里尽情欢呼 有人跟心仪的人告白 有人举起酒杯纪念自己拼搏的青春 而狂欢过后 剩下的时间 就是焦急地等待高考成绩 尽管已经有过很多次经验 但真正到了查成绩的那一刻 唐尚俊还是忍不住紧张的浑身冒汗 听到这个数字的瞬间 唐尚俊顿时杀眼了 这个分数距离理想中的中科大 显然还有很大一段距离 之后 西南政法大学招生办打来了电话 通知唐尚俊被录取了 然而唐尚俊却拒绝了 一年之后 他参加了第六次高考 这一年 他接到了吉林大学的录取通知 但是由于调剂的专业不好 唐尚俊选择继续复读 在2016年的第七次的高考中 唐尚俊考取了625分 这一次 他收到了中国政法大学的录取通知书 因为成绩突出 他还登上了学校的光荣榜 老师们纷纷表示祝贺 唐尚俊似乎依旧不满意 跟理想中的中科大距离越来越小 这让他觉得很是遗憾 班主任老师得之后赶紧跑来劝他 有个哪个学校差距没那么大的 你不觉得他一直都很坚持的人吗 坚持坚持 但是精神可佳 但是我觉得没有必要 最终唐尚俊决定听从老师的建议 这一次 他终于有勇气把真相告诉父母 怀着忐忑的心情 唐尚俊拿着录取通知回到了家乡 当看到那张鲜红的录取通知书时 父母一脸震惊 他们不仅没对儿子这些年的起码感到生气 反而为儿子的努力和成绩感到骄傲 也对他这些年来的隐忍心疼不已 母亲把录取通知书看了又看反复摸索 脸上满是难以置信的骄傲 如今的父母越发年迈 身体也越来越差 想起这些年来对父母缺少的陪伴 唐尚俊很是内疚 这一年 他决定带父母一起去趟北京 完成他们一志一来的心愿 一家三口一起在天安门前拍照 一起去爬长城 一起吃北京烤鸭 还一起去了即将入学的中国政法大学参观 看着气派的高等学府 父母的眼中满是欣慰 这一年九月 唐尚俊办理了助学贷款 带着父母殷勤的期望 他准时来到中国政法入学报道 为了减轻负担 开学没多久 他便找了一份餐馆的工作勤工减学 记录片到这里 似乎是时候画上一个完美的句号了 然而 在入学一两个月后 唐尚俊却再次办理了退学 原来 父亲突然被查出了肺癌 如今性命垂微继续化疗 由于癌细胞扩散 父亲的嘴角开始不停地出血 看着父亲憔悴不堪的模样 唐尚俊忍不住心如道哥 他第一次对自己产生了怀疑 后来他无意中在一则广告上得知 某所高中对于高考成绩优异者 可以给予上万元的奖金 为了筹集父亲的医药费 唐尚俊这才选择主动退学 又一次开始了自己的复读生涯 可是事无常 一年之后 父亲还是撒手人寰了 遭受巨大打击的唐尚俊 高考师不慎发挥时长 只考了570分 这下就连中国政法也回不去了 就像是赌徒心态 此时的唐尚俊陷入了某种恶性循环 他不得不再次破釜沉舟 2018年 他参加了第十次高考 成绩是619分 不过还是没能考上梦想的中科大 2019年 在第11次高考中 他被重庆大学录取 却又一次选择了放弃 而据网上资料显示 一直到疫情之后的2022年 唐尚俊 这个被愚为广西考神 高考顶子乎的33岁考生 依旧在默默坚持着自己的中科大谋 高石由辛睿导演和汉里指导拍摄 上映于2018年 对于大多数农村出生的孩子来说 高考几乎可以说是他们改变命运的唯一出路 经常有人把高考比作千军万马过独木桥 其惨烈成都可想而知 而高三的辛苦和艰难更是不言而喻 能够顶着巨大压力坚持复读十几年 单从个人的一力和决心来看 唐尚俊却是值得所有人的敬佩 追求梦想的行为本身是没有错的 或许他只是选择了一种常人难以理解的方式 随着唐尚俊的故事开始被越来越多人熟知 网上满骂和质疑的声音也越来越多 动机不纯 脑子不正常 高考钉子户 疯子 各种难听的言论和标签 被贴在了这个偏执而倔强的广西大男孩身上 在唐尚俊的社交主页上 写着这样一句签名 为在适当的年纪做该做的事 非执意为之 之后之后绝 或许十多年来 他也曾有过后悔 正如他在除夕夜醉酒后说出口的真心话 对于梦想的追求 早已成了他心中放不下的执念 那个叫做梦想的东西 一次又一次驱使他踏上相同的道路 在命运一次次的捉弄里 他也曾有过怀疑 怀疑所谓的读书改变命运根本就是假的 他说他后悔了 但是后悔已经来不及了 他讨厌农村这个圈子 可即便再怎么讨厌 他挣扎了一辈子 还是挣扎不出这个圈 这些话让人听完后悲感心酸 不管是受人敬佩的考神也好 不封魔不成火的神经病也罢 跳出唐上俊的故事本身 他也只是高考改革中的受害者之一 了不起的盖茨比中曾说 当你想要批评别人的时候 切记不是每个人都拥有你所拥有的条件 农村孩子想要理育月龙们的迫切愿望 以及通过高考扭转命运的渴望 是值得理解与同情的 唐上俊的行为 一方面源于自身性格和眼界的局限性 一方面则源于时代和环境的影响 整个社会环境大抵如此 学校 老师和家长 似乎都只关心学生怎么才能考出好成绩 却忘记了教给他们真正重要的东西 也没有人告诉过他们 学习好从来不是万能的 高考也从来不是抵达幸福的终点 所谓的高三苦一年 幸福一辈子的话 也不过是一句用来激励他们 努力学习的善意谎言 事到如今 唐上俊的高考故事仍然在上演 而他也开始沦为更多人的笑谈 人们笑他是高考制度下的困兽 是现代版的犯境 但实际上 人生就是不断从一个圈子 跳进另一个圈子的过程 当我们嘲笑唐上俊被困在农村的圈子里 被困在高考的圈子里 既爬不上去又跳不出来的时候 却没有意识到 走出农村经历了高考之后的我们 不也只是从一个圈子 跳进了另一个圈子吗 不论选择怎样的人生 难免都会有遗憾 没人规定过 每个人都必须要过正常的人生才可以 也没人规定 怎样的人生 才算是正确和有意义的 对待那些与自己不同的人 愿我们在不理解的同时 能够给予他们多一些宽容和尊重 毕竟我们脱口而出的某一句热评 或许会在无意之中 成为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感谢观看